四大公投案已經結束很久了 但是現在是不是有人要被追殺 我們就來看到 珍愛早就公投超過了 有70萬人連署 其中連署前死亡人數有170人 而這次占0.02% 卻是遭到了中選會告發 違反公投法 但是我們來看到反萊豬的部分 反萊豬的部分連署 是超過52萬人 千名前死亡的有1606人 占的是0.3% 這部分倒是沒事 而公投領先人潘中正 反而是被桃園地檢署給傳喚 他說這樣子 往生數並沒有影響公投成案 他質疑說是不是領先人 專屬的待遇 而且說是不是讓選候再查水表 另外國民黨立委江啟臣 他就說了 如果有死亡連署的話 就要追究公投領先人 那麼這個惡例一開 根本就是在鼓勵有心人士 故意以往生者資料連署 來抹黑公投的正當性 他說這不是政治陷害 什麼才是政治陷害 但是桃園地檢署也做了回應 說是因為案情的需要 傳喚了潘中正 目前列他字案 並不是真字案 也沒有起訴 其他涉及的偵查是不公開 也不便說明 不過我們來聽聽賴士寶 是怎麼回應這起案件 還是不忘他們的鬥爭的本性 公投都過了 都已經投完了 你們都贏了 還要怎樣呢 殺人不過投點地 是不是 那你有需要現在去查水表嗎 出貨善賬 是怎麼樣 臺灣還不夠獨裁嗎 一定要變成一個藝人塔 變成獨裁 然後大家有不同聲音都不可以講 講可以只能偷偷地講 公開講他查你水表 潘中正潘老師 他原來多挺民進黨 結果現在被查水表 真的請何以堪 再告訴我們的全國外星 全國同胞們大家睜大眼睛看 民進黨政府真的 一步一步走向民選的獨裁 這太小題大作了 而且是中選會來告發 我覺得中選會在這裡呼籲 真的不要變成執政黨的一個打手 這個珍愛藻礁這件事情 當然藻礁簽 就是珍愛藻礁 然後三接遷移這個公投沒有過 我當然是表達很大的意義 因為大家很多在這個社會上 有一曲非常的想要珍惜 台灣的一些大自然的一些 自然的保護的一些這些人士 尤其是這些民團 他對台灣的愛 真的是愛台灣的人來表現 來形容他們 結果現在公投當然很遺憾 沒有通過 居然事後還遭到中選會的追殺 而且他比例只有0.02% 170幾位而已 那個79萬份的連署單裡頭的170 那比例 我覺得要去追殺 其實不足以撼動這一次的連署結果 對 他其實不足以跟影響到 這一次的連署的一個的人數 而且這不成比例 不符合比例原則 我覺得中選會這樣子太過分了 所以說明你會不會有兩百種人的 這一次的連署 在這個國家中選擇 說明有兩百種人的 都會有兩百種人的 在這個國家中選擇 好 我覺得